大家午安大家好 其实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有机会来到这样子的一个营 如果用三个hashtag来介绍TitroTaiwan的话 我会说是我们是一个关注于孩子的组织 其实全台湾关注于孩子的分离组织非常多 大家都从各种不同面向去关怀台湾 我们说的国家的幼苗最重要的资产 但是有很多人他们用的是 可能是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 关心收出养儿童或者是受虐儿童 照顾孩子基本的生活所需 那TFT我们是用教育的方式 希望孩子能够透过教育去翻转他的未来 同时TFT也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分离组织 我们所有的收入都是来自于社会大众对我们的支持 还有企业在做CSR的时候 他可能评估这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会投资选项 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来自隔壁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学系 在大学的期间其实我花了非常多非常多的时间 在从事偏乡儿童的法治教育 东吴其实有一个行之有年的一个社团 叫做法治播种服务 对我们都在每一年的寒暑假的时候 到偏乡去教小朋友法律知识 我们希望小朋友透过法律能够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怎么尊重别人 那我们透过了很多精彩的课程 我们会化很夸张的妆 然后我们会用一些生动活泼的戏剧来告诉小朋友 比如说我们教小朋友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所有法律都不能违反宪法的规定 或是我们用同理性的方式来教小朋友刑罚 告诉小朋友什么是刑罚的构成要件 怎么样可以避免处罚 比如说我们就会告诉他说 如果你的东西被偷了 你一定会很难过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不想要别人也尝试这种难过 那我们就不要去犯罪哦 我们大概是用这种平易近人的方式 来教小朋友很基础的法律尝试 我们也教小朋友儿童及少年福利及权益保障法 希望小朋友可以捍卫自己的权利 大学期间做这件事做得非常非常开心 我觉得我自己真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真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真的为他们做了好多好多事哦 直到我遇到这个孩子 当初呢当年我大二大三 大二大三的时候 我在讲在教室里面 偏乡学校教室里面 我正在上儿童及少年福利及权益保障法 里面有一个儿童禁止试用毒品 好我就再介绍我们用很生动的图片 然后也戏剧告诉小朋友说 这个叫做安菲他命 这个叫做摇头丸 这个叫做海洛因 这个叫做K他命 blablabla 如果你们也要可以辨认出来哦 如果以后有任何人推荐你们这样的东西使用 你们千万要say no 因为这东西blablabla开始讲 此时这个小朋友大家可以看到 他就是一个非常骄傲的样子吧 简称就是很中二 他就说老师你不用讲了我都知道 我就说哇哦你好厉害哦你们学校是不是 这个也一直在做法治教育老师都有教对不对 他说没有啊我家很多 然后我现场就呆掉想说我现在怎么办 那一秒钟里面我心里有一百个想法 我想要怎么样我要通报吗 我要跟谁通报我要找警察吗 我要告诉他老师吗 他老师不在现在放暑假 还是我应该要我应该要告诉校长吗 可是我又不会到校长我要怎么告诉他 那如果我告诉他blablabla就好多好多想法跑过去 一秒以后我跟他说 哇你好厉害哦 那你一定都知道这些东西对不对 那我们记得不要使用哦 他继续用一个很中二的眼神看着我 这件事情就一直留在我的心中 我开始反思这件事情 我大学一直还是从这件事情 因为赢队才是太快乐了 有很愉快的同学 我们一起做某件事情 在台湾的乡间 美乐乡间 做着我们认为的对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走了 直到大学毕业的时候 这一位是之前我们动物法学院的院长 杨奕华老师 之前教的是法理学啊等等之类的课程 因为我大学在这个法治教育服务上面 卓越的表现 学校是怎么说的 所以呢他给了我一张奖状 好我就当年我毕业的时候 我就站上奖台 领了这张来自动物大学法学院给我的奖状 奖住我在法治教育上卓越的表现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我突然觉得我好丢脸 当我看见了那里孩子的问题 然后其实我什么都不能做 我就走了 一次又一次我们以前怎么去评断一个赢队的成功 好好玩哦赢队成功了 小朋友很喜欢我们 所以赢队成功了 小朋友哭着在后面追游缆车 这是一个感人的赢队 所以赢队成功了 可是这真的是孩子需要的吗 当我反思这样子我大学 我跑了十支十五支的赢队 我究竟是为了服务别人 还是其实我是为了这一刻成就我自己 我那时候心情真的很差很差 拍完照照片走我就赶快下台 然后我就陷入某种忧郁的情绪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用我的所学 用我的专业去投入到一件这样的事情 那是我终身所追求的 所以呢我没有走法律的路 所以呢我那个法律系毕业之后呢 我就投入了偏向教育 刚好那一年就是有这样子的契机 Teach for Taiwan成立了 那里面有些是我的高中同学 他那时候就找我去说 我们现在要成立一个想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经常听到台湾的教育出了问题 偏向教育出了问题 我们真的好想要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那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研究这个议题 看看我们可以怎么做 于是我就加入了Teach for Taiwan为台湾而教 然后是里面的创始团队 里面的成员之一 然后我在里面担任的是对外关系组 有的是所有的公关啊 所有的募款 然后所有到处分享都是我的工作范畴 在进入主题之前我想要几个数字给大家参考 你知道全台湾总共有几所国小吗 全台湾有2631个学校 当然这个数字每一年都还变 因为有些学校采校啊 变校等等之类的 但大概是这个数字 有多少国小位在偏远地区 其实呢是落差蛮大数字 全台湾有886所位于偏远地区 这是教育部给的一个定义 好所以其实它比想象中多很多 大概将近三分之一的比例 是偏远地区的学校 有多少的国小学生在偏远地区就学 有超过6万个学生 也就是5%的孩子在偏远地区就学 所以为什么Teach for Taiwan要成立 当然是这些高比例的孩子 偏远地区以外 我们更发现了一个 我们觉得有点严重的现象 就是在台湾孩子的出生 就决定了他的未来 其实很多人听到这句话 会不以为然 会说是吗 台湾已经相对于我们周边的国家 这么富裕了 怎么会下一个这么惊悚的肯定句 是吗 你用什么佐证 你用什么证明 这是当初我们决定要做 Teach for Taiwan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知道当我们开始要做一件事情 一定不能够盲目的马上就去做 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需求在哪里 需求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就去拜访了很多的校长 在场有台南人吗 要不要猜猜这个地方在台南的哪里 它其实显然是一个 不是非常舒适的一个居住环境 这个地方在台南的佐证 佐证 那佐证其实是 就是以前历史课本上面可能会看到 就是什么 有佐证原始人哪里 有原始博物馆 可是其实大家经常说台湾的偏乡 可是有多偏 我们从现在到这个地方 其实我搭上高铁 然后再开车 我是两个小时内可以抵达的地方 所以其实台湾说大不小 说小不小 怎么会有所谓的偏乡呢 这地方发生了什么事 那时候我们跟校长一起 这样就说 那在我告诉你我们的需求是什么以前 那我们先去看一看我们孩子的家吧 好校长就开着车 带我们走着佐证里面的很难开很难开的产业道路 那个路甚至是要就是弯还弯不过去 你要倒车 然后再弯上去的那种还没有经过开发的产业道路 住着这样的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呢是非常典型的偏乡的家庭组成 爸爸呢因为学历知识不高 所以呢他就只能做打零工的工作 那妈妈呢是外籍配偶 那做的也是打零工工作 看附近的芒果田啊 或是附近农田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那父亲父母亲就会帮忙去农作 这户人家呢有两个孩子 一个在五年级 一个在二年级 离这个家庭最近的一所学校已经被废小了 也就是说如果就是爸爸妈妈工作非常忙碌不在家 那这户人家的小朋友要去上学 其实是会经历一些困难的 因为首先很远 然后再来他们没有交通工具 所以他们要去上学其实没有这么容易 因为就会变成如果没有大人在他们去上学 他们很有可能今天睡过头就不去上课了 他们很有可能年纪小小的就开始失学 开始不稳定的就学 这户人家的爸爸妈妈其实都不是坏人 他们都是很淳朴的台南人 他们就是很努力很努力的工作 校长说你知道吗 我每次看着我孩子的这些孩子的家庭 我都会有一个很难过的感觉 这个难过的感觉呢 不是因为他们很贫穷 因为老实说贫穷是全世界都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不论是在多先进收入多好的国家 一定都会有贫穷的问题 当然这个校长最难过的是 因为这个孩子的家庭这么的辛苦 然后这个校长所在的学校的老师流动率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等于是让这样子的孩子 连最基本的优质的教育就学的宝箱都没有 校长说所以这是让一个教育工作者感到最难过最无力的一件事 其实不只是这样一个一个的故事 数据其实也告诉了我们这件事情 这个现象其实是相当的严峻 这个PISA研究呢 就是每三年全世界都会针对15岁的孩子 去针对的做的一个测验 他测验出每一个孩子在不同科目里面 有没有具备能够应付未来生活的基本能力 每次这个测验出来呢 大家就会关注有我们的前段孩子真的好优秀 我们经常关注又有多少的建中的孩子 北一女的孩子 中一中的 南一中的 这些孩子又拿到奥林匹亚冠军 又在国际争光 科展冠军 blah blah 所向披靡 可是其实媒体不会报道的是 台湾低成就学生比例 其实也非常非常的高 甚至是东亚国家里面的第二高 这就代表说我们有一群很优秀的孩子 我们也有一大群孩子被远远的落在后面 那这些孩子都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 这个是每一年就是国中会考 国中会考就是它就分成就是ABC三个等级 那每一年政府都在说要减C 因为如果你得到C呢 那相当于就是不及格的成绩对吗 就是很后面的成绩了 代表你没有办法去掌握这个科目 到你有基础的生活能力 所以我们看到不管在国语数学英文 比如说拿C的比例全国是 我们看106年好了 16.5 可是偏远地区学校 孩子拿C的比例是31.8 数学好了 全国地区是30 然后偏远地区是51.3 英文就更不用说了 更是远远高于其他的全国地区 甚至在高于非偏远地区学校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远远被落在后面的孩子 其实大量的分布在偏乡 这是一个题目叫做 小明一个月会将薪水的36,900存起来 五个月后小明会存到多少钱 小学四年级的题目 所有在座的正常合理的青年 都立刻可以算出来 答案就是36,900乘以5 对不对 他就会存到多少钱 那当然有些更聪明的人还会质疑 那他生活费呢 房租呢 投资呢 好我们四年节题目 我们以下先不论 但是你知道吗 在台湾有很多我们教的孩子里面 郭三 他不见得能够把这个题目 很完整地念出来或是算出来 这其实已经不是他考几分的问题了 不是他今天考60分还是100分 50分还是80分的问题 这个是这样子的孩子长大以后 他有没有具备能够在社会上生活的基础能力 他未来在社会上怎么办呢 其实也不只是这些数据媒体 就是也大幅的报道 教改不愿意面对的真相 20万的学生轮为下流世代 我们有高达三成的孩子 完成了就是我们的国民义务教育之后 没有具备基础的生活能力 之前呢就是学策 学策是75级分嘛 那时候新闻说六规高中的学策 没有人超过40级分 全校没有人超过40级分 那时候与国哗然 所有的那个雅虎新闻下面 各种新闻网 联合新闻网下面都要狂骂 是不是六规高中的老师懒惰 六规高中是不会教 还是那里的孩子比较笨 还是那里的孩子比较不学好 坏儿子 撩人 好多在骂 那个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其中一个报导 是六规高中的主任 他出来讲话 他说 我得给各位讲 所有人对于六规高中评论都是不公平的 因为你们有没有想过台北的孩子 台中的孩子 高雄的孩子 他们高中下课之后他们去哪里 补习班嘛 那我们都在补习班里面去专注我们的课业 但是六规高中的孩子呢 首先他们不见得稳定的上学 再来帮派渗入校园 毒品渗入校园 在国高中其实就相当的严重 很多人需要贴补家计 国中下课之后就去打工 去帮忙卖衣服 去槟榔摊等等之类 那里的孩子有很多不得已的选择 不确定他们是有很多选择 还是他们根本没有选择 于是我们问了很多孩子 就是你觉得你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觉得你遇到了什么问题 有小朋友写没食物吃 经济 他们可能遇到的是经济上面的难题 离婚改嫁过世单亲 他们可能遇到的是家庭组成的难题 回到家没有一个正常的家庭 可能是被家人辱骂 被家人羞辱家暴被骂三字经 可能是一些虐待上面的问题 或者是家人带我跑警察 不当管教小三私生子 家里有人吸毒毒品 很多孩子觉得我孤单 我没有爱 我没有一个完整的家 我非常喜欢我们一个在 常年在偏向跟雨的老师所说的话 他说他觉得他看了这么多的孩子 没有问题学生 只有被问题缠绕的学生 如果一个人有的选择 没有人会想要当问题学生 我也特别喜欢之前有一部很红的电影 叫做与神同行2 最后的审判 里面那个造神啊 他认为这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坏人 只有因为环境恶劣 所以造成人变坏的这样子的人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些人 进入到那个很辛苦的处境 进入那个没有选择处境的时候 邋遢一把 那这世界或是我们整个台湾 会不会不一样 于是我们不禁想问 孩子最需要的资源是什么呢 两年前那个时候我到我们台东的学校去 去看我们的老师的时候 刚好那天有来自台北的物资车 开好远好远好远 然后来到了台东 然后老师又说 小朋友 赶快到川堂那边帮忙搬 那个车来咯 好就搬一下车 然后一车一车的 酱油 泡面 面条 油 罐头 我这些名声必须品 然后最里面的是一包一包的白米 校长就看着这些被掰下来的白米 然后看着花东纵谷 律永有的稻田 校长说 为什么他们会认为我们需要白米呢 对送过去又送回来 米杯弄到池上 农会 彩销班 然后高价卖出 然后又被送回来 发生了什么事 或者是有很多时候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样子一个活动 就是 鞋盒传爱活动 就是每一年呢 就有很多大的大型的企业 他们会就鼓励员工 在家里准备一个鞋盒 鞋盒是空的鞋盒 好一个鞋盒 然后在鞋盒里面放上 你觉得孩子收到会很开心的东西 就是一个圣诞礼物 叫做鞋盒传爱 好 那很多人就会在里面放上了 觉得孩子需要的东西啊 其实不外乎就是一些零食 饼干 玩具 文具 衣物 等等等等之类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大家Google 偏乡学校 然后前面出现的前十笔 大家所有东西都送过去 所以所有的写盒都到了差不多的地方去 其实偏乡学校 已经严重的面临 人力不足的困境了 所以 这么多东西送进学校之后 老师要整理啊 然后要发放 其实花了一些很大量的时间 校长就说 他说艾琳娜艾琳娜 你可不可以帮我个忙 如果你有机会演讲的话 你常常去演讲嘛 你可不可以告诉企业 不要再送这些礼物给我们了 我们真的很感谢他们 有想要就是让我们孩子收礼物的心 可是难道我们的问题 是这些鞋盒能够解决的吗 难道我们的问题是这些礼物 就能够解决吗 更不要论很多鞋盒 后续发生的各种问题了 两个小朋友 一个人打开 你打开 韩国的布朗尼 日本的蛋黄牌 米妮的铅笔来自迪士尼的 隔壁的是飞龙牌的橡皮叉 脆滴酥 还有City巧克力棒 甚至不是Pocky 好 两个开始 吵架 为什么你有那个不公平 什么东西我要换 换 各个都换 或是之前我才看到 我每个老师的一个脸书 上面写着又是协和的活动 然后打开来是符轮社的杯子 狮子会的便利贴 什么哪个公司的什么年终的资料夹 L夹等等等等之类的 那当然可以理解这些在初中的时候都是好行 可是当一个东西送出去的时候 它究竟是不是对方真正需要的 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讨论 很值得深思的议题 其实孩子最需要的是人 是一个可以在他旁边陪伴他 告诉他 我爱你 我愿意继续陪着你的这样子一个人 花莲地区有一个学校的老师 叫做许惠真老师 他说的这句话我超级喜欢 他说 我一直以身为一个老师为荣 因为孩子没有办法选择他的出身 可是每个孩子 无论出身贫富贵贱 都一定会进到公立学校里面 一定会走到老师的面前 所以其实老师就是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于是TFT知道了 我们知道要怎么做 才能够去符合偏乡在地真实的需求 于是我们发现只要把人投入进去教育现场 这一切就有可能被改变 所以TFT台湾是一个两年的全职计划 我们招募培训有使命感的青年 然后我们会收学校的申请 如果这个学校他有遇到就是师资招募的困境 无论是职的困境或者是量的困境 他都可以来跟我们申请 那我们收到了学校申请 然后有青年报名 好我们就培训招募培训这些青年 然后给他们完整的支持系统跟培训系统 然后依据学校的需求 把他配对去学校 好怎么配对呢 其实现在偏乡他们大量缺乏的是约聘老师 就是大家知道台湾有分两种老师 一种就是正式老师 就大家说的铁饭碗 考上了之后就不愁吃穿的那种正式老师 但是很多偏乡学校 他们因为县市政府的财政经费不足的关系 所以他们很多正式老师都欲缺不补 就大量开代理代课老师 因为代理代课老师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他不需要付比如说退休金啊 等等之类的东西 所以很多学校都是开代理代课老师 于是有一个法条叫做 中小学代理代课教师骗用办法 这个办法就规定说 如果说一个学校缺老师 好你就要公告开招嘛 第一招你要有教师证才可以来考 一个礼拜过后没有人来考就进到第二招 你要修过教育学生来考 都没有人来考就进到第三招 你要就是有那个学分修比 你只要大学毕业 你就可以去考 好那基本上会跟我们合作的学校 都是七招八招 开学前都还没有人去硬考的学校 所以当我们去每和一个老师 去到这个学校去考试的时候 他基本上就是会录取 但如果说校长有前面有人去考了 有别的选择 他也没有一定要录取我们的老师 没有问题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老师 转到一个更有需求的地方 让这个老师去服务到其他的区域 所以这个老师进到了学校里面之后 就是这个学校的全职老师了 他就在里面担任我们小时候想象中的那种小学老师 他可能是教国语 教数学是我们的导师 或是教自然 教社会 是科研老师 教英文 之类的 他就在这个学校服务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 又在台南 因为其实台南是我们第一个服务的地方 我们从2014年就派了第一批老师到台南去服务 到现在已经7年了 所以台南是我们从第一届一直到现在都生根的区域 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 在龙崎区 所以其实龙崎区是很多台南人都不见得去过的地方 刚刚那个佐证在这里 在一个很边边 然后玉井在这边 所以这边都是大量的农田 然后这其实也是大量的比较弱势的学生所在的区域 可是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就是台南 离最近最热闹的中西区安平区 其实真的不远 他开车甚至不用30分钟 可是就有这么巨大的资源落差 在龙崎区的这所学校里面 很多人说去交偏向有多难 应该很简单 因为人不是很少 我们应该都是小学有30、40个 甚至40、50个的同学的年代 对不对 好我们看 这个是全校的人了 全校就这么多人 一年级一个 二年级三个 三年级四个 四年级四个 五年级三个 六年级五个 全校就这些人 所以大家想应该不太难吧 可是我们再仔细去看这些孩子 他身上都有着怎么样的困难 以六年级的这一般为例呢 粉红色是隔代教养 通财隔代教养的孩子 普遍面临着 比如说他可能回去的作业完成的情况 可能不见得这么的理想 因为阿公阿嬷 有时候年纪大 没有办法提供他课业上面的帮助 只能提供他一些基本的生活起局 那绿色的三个是外配子女 那通常外配子女呢 代表的是他可能母语能力不见得这么好 所以如果他的国语能力没有这么好的话 其实每一科读起来都会很辛苦 数学也不见得题目阅读上面OK啊等等之类的 灰色是单亲家庭 然后同时还有两个是身心障碍的孩子 他能伴有着情绪障碍 学习障碍等等之类的问题 所以虽然他整个教室就长这样 相当的维持安全的社交距离的一个教室分布 就只有五个孩子而已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室 其实老实说你要说 他当然不是多漂亮 不是多光鲜亮丽 但至少有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屋檐 已经比很多比如说广西壮族自治区啊 或是云南 那些就是中国大陆很偏的地区的 跟全世界比 其实台湾在硬体设备是不太有问题的 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班级 他现在是六年级嘛 他在过去五年已经换了九个老师了 平均一年换一到两个老师 一年换一到两个老师 所以他其实面临了非常严重的 这个师资更换率很高的问题 教室流动率过高的问题 其实另外这个班级会这么难教 是因为这个孩子他叫做阿叶 这孩子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好 因为他总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人高马达 他总是用一个非常愤怒的眼神看着人 他在我们老师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 就跟老师说 我告诉你啊 我们这里哦 就是很多老师就是这样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啊我都知道你们要干嘛啦 好你不要管我 我不管你好不好 你如果管我 我就取你性命 他就一直跟老师说 要取他性命这样 然后大家知道就是最不能惹的一种人叫做热血的老师 刚出生会的热血老师 就会觉得怎么会呢 就是老师一定要陪伴你 老师一定会好好的看你有怎么样的需求 我有一次去看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 刚好就是比如说台前有两个学生嘛 一个是阿叶一个是另外一个同学 好然后老师问了一个问题 两个小朋友举手 阿叶也举手 另一个小朋友举手 后来老师还没点人 另外一个小朋友就把答案讲出来了 把答案讲出来之后 阿叶非常非常的生气 他自己就狂飙他脏花 然后老师就说好好好 这件事好好好 处理 处理完结束之后就继续上课 阿叶还是好生气 他真的非常非常的生气 他就开始拿宝特瓶打自己的头 给瞧 瞧 一直瞧 好 然后老师又把宝特瓶抢下来嘛 他就从那个铅笔盒里拿出原规 开始刺自己的脚 他真的好火 他真的好愤怒 然后老师又把他的原规拿起来 他又从突然又从抽屉拿出一把美工刀 然后卡拉卡拉推出来 然后老师就立刻去抢下来 然后课堂暂停 然后要好好处理这个课堂上面 对老师来说可能不见得是这么特殊的状况 因为像这样子各种的课堂上面的突发状况 其实每一天都在发生 我后来就问老师说 阿叶怎么了 其实显然他情绪空管上面有一些些问题 老师说 阿叶是很明显的情绪障碍 为什么呢 其实阿叶的家庭在台南那边 其实也是一个蛮辛苦的家庭 然后他的爸爸因为工作不稳定的关系 所以每一次只要就是心情不好就会喝酒 喝酒之后就会开始对家人暴力想象 阿叶没有妈妈 妈妈是外籍配偶 生下他之后就离开了 然后所以阿叶是身边是没有妈妈照顾的 家里还有一个阿公 那阿公跟爸爸的状况基本上是差不多 所以像阿叶这样的孩子 他从来没有学过要怎么跟自己的情绪共处 因为对他而言 他长大的 他从小长大的时候 他只要面临不如意的事情 就是被打 打人 不然就是被打 他伤害不了别人 他就开始伤害自己 那其实不只是在情绪上面的状况 虽然他在课业上面一定也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当他只要遇到不会的 不如意的 不想学的 他就趴在地上 一直趴着 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 老师说我就是蹲下来告诉他 老师现在要继续上课了 因为还有其他同学 可是老师想要你知道 老师一直都会陪你 所以等你准备好了之后 你再起来 下课之后 那我们再把今天的精度补起来 所以虽然小学老师他四点 理论上四点就下班 可是天天老师在这些 高需求的偏向地区 他们基本上都是七八点 都还在陪伴孩子 把处理各种孩子的问题 去陪伴孩子 把他们过往曾经落下的这些课业门 一一一一一的补起来 有一次呢 阿叶脚开 就是鞋子开口笑 然后你看他这个人高马大的孩子 非常高大 然后穿了个开口笑的鞋子 活动也不方便 老师又说 阿叶你就是请你爸爸或是阿公 带你去台南市好不好 去买一些 去买鞋子 那钱你不用担心 因为现在学校都有很多那种基金嘛 就很多善心人士捐款 可是他们不会把 现在都比较不会把钱 直接交给孩子 因为担心 可能家长会拿这些钱 不知道去做什么 不见得用在孩子身上 所以呢老师就说 那你只要就是去买这个 你需要的鞋子 然后呢把单据拿回来 拿到学校去 让学校合销 都可以 绝对没有问题 你买一双两双都好 只要这个是你需要的东西 过了几天 阿叶的脚还是一样 老师又说 那你有去买鞋子了吗 他说 哦 爸爸说 不用穿这么好 阿公说 小朋友穿了 就黏一黏就好了 没差了 算了 阿叶看起来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老师想 好吧 今天礼拜五 那不然我带你去 鞋全家服好了 所以老师就开着车 其实真的也没有很远 大概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车程就到谈的市中线 鞋全家服 阿叶进鞋全家服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兴奋 就穿上了好多鞋 然后穿上这双鞋 就站起来 然后就说 老师老师 好看吗 跑一跑跑到 老师说他在那一刻 他就突然间傻眼 他说因为我不知道 我是他的老师 还是我是他的妈妈 一个这么人高马大 可是他需要的 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关心而已 其实很多孩子啊 他们每一个孩子成长的时候 都需要一个贵人 通常这个贵人呢 是自己的父母 通常啦 自己的父母 或是自己的家人 他们会给你无微不至的爱 无微不至的照顾 无微不至的关心 所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们能够 好好的坐在这里 好好的读书 好好的上大学 好好的去追求 我们想要的梦想 或者是各位都是法律人嘛 追求我们想要实现的 某种公平正义 我们为什么能够拥有这些 有的时候是不是 因为我们是那个幸运的孩子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是 那个幸运的人 可是没有那么 不是所有的孩子 都有这么幸运的环境 这里所谓的幸运 可能不见得是家庭的经济条件 而是有没有一个大人 在你身边 可以好好的告诉你 我爱你 你做什么 我都愿意支持你 然后你是这世界上 一个很棒的 很有用的人 后来阿叶毕业了 其实毕业的那个时候 老师心情不是很好 然后我就问他说 怎么了 就是带了一个这样子的孩子 毕业之后 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以为老师会告诉我 很多感动等等之类 没有 他告诉我他的惆怅 他说 我老师说 我不知道我在陪伴阿叶的 这两年的过程里面 他学会了什么 或是有没有用 这样子的孩子 然后进到了国中 然后面对了很多的诱惑 我不知道就是接下来 他的未来可以怎么走 可是究竟老师不是 能够陪伴他一辈子的人 直到两年后 阿叶国二 有一天老师 我们的老师回到了台南 然后阿叶说 要去找老师 把一个东西给老师 所以也是吊吊的样子 他就说这个是我校外教学的时候 就买了一个钥匙权给你 就爱讲不讲 含乳蛋这样讲 他就说 然后我想要告诉你一件事 然后老师就说怎么了 你要什么要给老师 他就说 你知道吗 最近我们学校很流行那个 你知道 卖那个东西 有一天我同学拿给我 就说我告诉你阿叶 你只要把这包东西 帮我送去给那个谁 你就可以领多少钱 我告诉你 你家不是很辛苦吗 你爸爸你阿公怎样怎样 你只要这样 他们就不愁吃穿了啦 你爸爸再也不用开车开那么辛苦了啦 如果你想要赚更多 我认识我的老大可以认识 你就跟他拿货 你就开始卖 你就开始卖 那你赚的钱就更多 相信聪明的各位都知道那是什么吗 其实毒品啊 就是这些深入校园的状况相当相当的严重 老师就很紧张 老师说 所以你拿了吗 赚了多少钱 好 然后阿叶说 没有啦 我就想说 如果老师在我旁边 如果我拿下去 你应该会觉得很难过啦 所以我就跟他说 还是不要好了 我自己努力看看 然后老师跟我讲 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掉了眼泪 他说 我们有的时候不停的去寻找教育的本质 到底怎么样叫做好的教育 怎么样是孩子需要的教育 难道我们今天让一个孩子从80分考到100分 教育就成功了吗 我保他上建宗北宜女 保他上台大 保他出国读书 可以读哈佛 某个长春的名校回来 教育就成功了吗 还是如果我们可以让一个孩子 在面临人生中诸多选择的时候 让他可以因为有某个爱他的人 让他可以选择某条正确的道路 那教育才成功呢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在从事教育这条路上 不停在探问自己的 我们究竟要给孩子什么 我们究竟要给他的是怎么样的能力 后来发现其实我们要给孩子是选择权 我们要让孩子知道他是一个有选择的人 其实在TFT从2013年成立 2014年送出了第一届老师 到现在已经七年的世界了 一开始的时候真的很天真 因为想说啊那个偏箱嘛 不就是缺老师吗 缺老师我们就送老师进去就好啦 那应该不难吧 然后就开始做这件事 但是进去之后发现 不不不 事情不是太简单 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才发现原来 所谓的教育不平等问题是社会问题的缩影 那从孩子学习动机不足 学业成就低落 一直到往上去看 为什么孩子会学习动机不足 学业成就低落 会自我效能感不足 其实是因为他们的老师也很辛苦 他们的老师面临了过量的行政量 面临了失智流动率过高 老师质量不足 教学品质参差不齐等等之类的原因 好在往上看一层 整个社区怎么了 我们发现为什么这么多孩子 来自于可能家庭结构没有那么完整的家庭 是因为当地的产业凋零 当地的壮年轻壮年人口外移 当地的社区功能低落 所以孩子只能在一个比较辛苦的环境下面长大 再往上看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文化差异不够理解 我们没有精准的回应现场的需求 或者是我们对于整个总体社会的成功价值 其实相当的单一 我们都觉得你要当法官 当律师 当医师 当会计师 走进去这一个现场里面以孩子为核心 层层的发挥影响力 让孩子能够建立自我定位 让学校能够有好的环境跟机制 让社区可以共同支持孩子成长 然后让社会有更多的多元的包容 比如说我们发现有人才有教育 我们才有可能去改善我们普遍面临的这样的困境 所以TFT其实成交现在 比如说刚刚有很多的人表示说 之前曾经听过TFT 这都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 因为这代表了TFT在这几年 在教育的推动上面 有了一些些的成效 其实我们的录取率不高啦 甚至好像低过现在的律师嘛 对 我们现在录取率大概是7%左右 以去年来说我们去年要招50个老师 可是我们报名收件人数 大概是将近700个左右 所以其实这录取率是蛮低的 那录取率会是这样的 是因为我们非常希望可以去确保 我们每一个派出去的老师都有精准的品质 他要有足够的教学力 能够站在台上教学 他还有足够的领导力 Leadership 这Leadership其实不是某种 就是上位对下位一种权威式的概念 他是你可不可以去让孩子相信他自己 你可不可以带动孩子去达成他的学习目标 你能不能够有这么强烈的企图心 去带孩子冲破困境 那你有没有耐错力 不会因为在教学现场遇到的诸多难题就被打扮 所以其实在TFT的计划里面 这些老师是我自己本人也相当敬佩的一个人物 这7年来呢 我们在教育现场其实投入了非常多非常多资源 所以我们现在有209个老师 68个合作学校服务了超过了5000个孩子 可是其实大家应该也记得刚刚前面那些数字 就是全台湾有800多所的偏乡学校 其实他们普遍都面临了这个失智的困境 其实TFT还能够做的事情 我们还有很多 我们也很需要赶快去扩张规模 很多人会问TFT的影响力是什么 其实这也是这次应对的主题嘛 影响力 虽然我个人对于就是成绩的指数这件事情 会觉得他就是某种参考依据 可这的确也是我们很强调的其中一个能力 就是孩子能不能够拥有基本学历 有非认知能力 有一个内在学习动机 当他有内在学习动机的时候才代表了今天没有任何人在后面拿这个鞭子 去督促学生 学生都会自己想要学习 那黑色的呢 是就是一般的偏远象征学校 然后显然是比平均还要低很多的 然后绿色的是核心都市学校 那经过Teach for Taiwan的老师教导过后的班级的孩子呢 先不论其他 至少他们在基本学历 非认知能力 对于在学习动机里面 是有显著的提升 然后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因为这几年 其实前几年啦 有一个法律通过叫做实验三法 它可以让很多的学校能够有条件的转变成公办名的学校 所以呢 此时有另外一个基金会叫做城市教育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呢 就引进了美国的Keep学校 美国的Keep学校是全美国最大的特许学校 它专门为美国的弱势学生设立的 用很多方法来去带领这些弱势学生 其实在美国他们的教学目标 要非常的明确 就是要让他们上大学 就是要让这些弱势的学生 有机会能够上大学 好 所以呢 台湾的这个城市教育基金会 就引进了美国的KIPP Keep学校 然后进来台湾叫做KIST学校 就是Keep学校 in Taiwan这样 然后呢 那个时候他们这所学校 当初要被城市教育基金会接下来的时候 因为法规有优先保障 这样子要转变成公办名学校的老师 就说 如果你们要转掉的话 你们可以优先转掉 所以全校14个老师 没有一个要留下来 零 就是学老师是零 但那时候当然就很紧张 想说那现在怎么办 我一个老师都没有 但没想到其实危机就是转机 所以呢 这个学校就引进了大量的TFT 完成TFT两年服务的TFT校友 然后还有TFT的老师们 然后就由TFT合作的校长 还有所有的TFT老师把这所学校给接下来 好 然后之前这所学校还被亲子天下报导 是全台教师最年轻的学校 它基本上从把一个学校翻转起来了 从濒临废校到功不应求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Google云林的整名国小 拯救的整名生的名 它其实让我们看见了 如果有一个成功的培训模式 还有一个完整的支持的架构 我们能够做的绝对不只是 老师对于孩子的角色而已 在学校的层次 其实也能够做很多 去符合孩子需求的改变 到现在TFT已经培养了将近100个 完成TFT两年服务的人 这些人呢 他们其实现在都在各个领域里面 去深耕他们当初在两年服务期间 他们看见的想要改变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老师 徐凡干老师 他之前呢是在台南那边服务 他服务了之后 他发现如果真的要改善这样的状况 其实从法规的改革出发是最快的 最快嘛也最慢 因为法规不确定什么时候能够有改变嘛 然后但是它是影响程度能够最大的 所以他完成两年服务之后在实验教育中心里面服务了一阵子 现在决定回他的家乡苗栗去参选议员 他希望可以从政策的方面去推动这样的改革 或者是例如我们有一个第一届老师 他在两年服务期间是在偏向教英文 他在偏向教英文的时候呢 非常非常的艰困 后来完成了两年服务 我就问他你要不要留下来 他说他不留下来了 因为太辛苦 我就非常讶异 就是哇这是当年就是 妇虏几率有7%的老师 他怎么会跟我说 因为辛苦所以不留下来 他就说 艾琳你知道吗 在偏向教英文啊 我一个人要教三到六年级所有的英文 然后所有的行程业务有的也都是我 但你知道这些都不是会让人 都不是会达到我的关键 真正会达到一个人的关键是 这里这孩子根本没有想要学 他告诉你我一辈子用不到英文 我就是根本不会用到这个语言啊 我干嘛要学这个东西 所以所有的英语作业都会被不知名的凶手破坏掉 被狗狗叼走 被阿嬷拿去包便当 被弟弟丢掉 被假裳撵过去阿凡 各种被拿去堆肥啊 反正就是很多很多奇怪的原因 我说那你看见了这个问题 打算怎么做呢 他就说我要去自己成立一个NGO 我要做全台湾偏向英语老师的支持 所以他就自己去成立一个NGO 然后现在专门帮就是偏向学校设计 符合在地化的英语课程 叫做Layer for Ed 因为所以教育学会 这个协会呢 在前年还得到了郭台铭先生的 永林教育基金会的支持 然后让他们把这样子的客制化英语教学的方法 就是去传播到更多的学校 于是这几个故事让我们看见了 教育不平的问题 方方面面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可能没有以TFT自己的能力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解决这么多的问题 可是只要有人才就会有教育 只要有这么多人都可以投入到他 看见的觉得重要的地方 这个教育不平的问题就有可能被翻转 有可能被改变 这些人他可以是老师 在教学现场是一个充满爱与专业的老师 他也可以是一个很能够带动改变的领导者 他可以领导了所有的老师 领导了一个学校 或者如果有机会 他可以领导整个议会 去做这样子的改变 去为更多的孩子服务 这个是我们一个小朋友写给我们的信 他说 其实收到的时候当然很感动 因为显然他很爱老师 但是也很难过的是 为什么会让一个孩子讲出这样子的话 我们很希望让每个孩子都知道 无论你出生在哪里 无论你是谁 你都是值得爱的 你都是特别的 我们希望不要再有孩子会讲出这样的话 就是原来还有人会来努力教我 那我们要告诉他 你不是什么样的输别人的人 你就是一个最特别的存在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宝贝 但我们也相信改变不是一处可及的 我们对于如何去接触 接近到我们想要改变的教育问题 其实是相当急迫的 因为这每一个数字背后 每一年最少有100个 像TFT提出的需求 有886小位域平原地区 这个每一个数字背后 都是一个个不被公平对待的生命 所以我们能不能够做得更多 为这些生命提供更多改变的可能 TFT的愿景是希望有一天 不论所有的 台湾所有的孩子 不论出生都能够拥有优质的教育 跟自我发展的机会 老实说这个愿景 我们自己在TFT里面有时候看着 我们都会说 我们真的做得到吗 我们全台湾的孩子有多少 怎样叫做优质的教育 怎么样叫做帮他寻找一个改变的机会 但有的每一次看见教学现场的改变 每一次看到有这么多人对TFT的肯定跟支持 我们都觉得我们可以离这个愿景更加近一点 于是想要跟在座的各位分享 如果你本来就有关注TFT 那你可以持续关注 甚至是愿意投入你的两年 各位都是非常有为的青年 如果你愿意捐出自己的两年 走进这个教育现场 你会发现很多你原本没有发现的事情 跟发觉到你原本没有认识的自己 他培养了你的领导力 他培养了你的视野 这会是一个非常棒的职业选择 那如果你本来就已经有人生规划 你可以在我们的Facebook 或者我们的IG上面按个赞 然后甚至是跟你的周边的同学 分享TFT台湾 有越多人知道TFT台湾 那这些孩子就能够有更多的翻转机会 好 那我今天大家分享到这边 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 所以谢谢大家 谢谢